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会员 每周四中午12点 抢先看正片 遵享会员加根版PDVlog等超多精彩内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的净数仙 Corp 挑 Marin所中 variations łączcom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 espero requests 我们去看出击数一对这两条 它们是因为怕有高原反应 所以他们故意不来让给我的吗 但是作为第一站的领队 肯定想给后面的几个丈夫做个榜样 这三项任务我一定会在这三天里面 全部完成的 说说就转了 哎呦我特别担心 就是这个高原反应还是很厉害的 昨天晚上一醒完没睡好 早上还吐了 蹲下拿点东西都出来 就马上就有点上头 对 所以本来我觉得你能非常胜任的这一环 我又很担心了 生怕你这个 不如是还有你吗 实在不行我还有我的助手呢 对我还有我的小白龙马助手呢 我希望他的身体状态能比我好一点 另外我希望他年轻 未婚 长得帅 能说会到有幽默感 可以吗 其实我们妻子没有这些要求 年迈的拿连褶子的也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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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搞住了 那么小也不能骑呀 大家好 我叫张云龙 年龄34 未婚 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愿意来参加 妻子的浪漫旅行这个节目 向往有妻子的生活 今天希望念者先找到一个 然后主要是也到了失婚年龄了 这次让我当姐夫的小竹手 我还是很忐忑的 我又没有什么经验 这也是我吸取 然后为以后自己的人生大事 积累经验的特别好的机会 嗯 行 我要藏起来 给姐夫一个惊喜 我藏边上吧 好 来点躲着吧 来了吗 快了 然后半个小时过去了 姐夫坐车先走了 跟我和马留在这儿 我骑着马过去找姐夫 这变成了一个找姐夫的故事 你很健兰 你别着急啊 放心 我很慢的 慢点 你们也慢点出发啊 哎呀 哎呀 看见了 穿红色的 这 啊 这是让我骑马去吗 真的是 西游记的白龙马啊 小白龙你是我助手 那我今天说的全对了 那个体力肯定比我好 胃活肯定你来干 那别的不行 你也不会说话 玩出去吧 陆琦哥你好 陆琦哥你好 我看你养戏屏 我实在不是忍心 再让你在这带时间长了 你还好吗 真的好喘 对咱俩差不多 昨晚我醒了二十多次 我在路上开始吸扬 吸扬我现在不 我看真的不忍心 再藏一会了 我现在头疼好点了 因为我们住在八楼太高了 我现在站在这里还好 这也不差这八楼的高度 你们也是 好像关于姐我听说都没啥事 个仔 咋不能这么说 那姐听了又 要欺负我了 云龙说了你们没反应真好 就是因为个子爱 没有到我们这个海拔 那可真是姐夫啊 一会儿姐来我先说了一下 太坏了 我来之前真的没有想到 陆琦哥是这样的人 从小看电视剧很怕 什么包青天啊 男才女貌啊 就那种比较正 但发现现在其实还挺幼稚的 哎呀这次要辛苦你了 你要辛苦你 我还行 你得一碗水端平 我不怕 你不怕 我说怕他们折磨你 那不会 他们如果心情不好 肯定会撒气撒在你身上 不会撒在我身上的 真的假的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撒我身上 肯定撒你身上 我又不招他们 不惹他们 你不用招他们 他们会来惹你了 哦 因为说实话 跟姐姐们相处还是很忐忑的 所以 要运用 自己仅有的一点智慧 好一些生活中 跟其他姑爸大姨 打交道的一些经验 让姐姐们开心 走 说法 慢点慢点慢点 不能太快这动作 哎呀 动作慢点 0.2倍速度 哎呀我 哎呀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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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车都累了 真的好喘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了脏服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这样走到前面 想走低下来一样 好哦 好来一个这个 一二三 哎哎哎 为什么你的不会掉 这是因为我里面塞太多东西 藏族的衣服 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就是啊 像这个什么 你都能塞在里面 比如说你以为什么旅行上的这些 想要写下来的东西 你就给它这样放着 然后这个都可以放在里面 这不是我胡舟的 就老师跟我讲 就这样子放在里面 你看 什么都可以放 氧气罐也可以放 有没有干啥 你看 太方便了 还有我带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这个 这个放在里面 这干嘛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要配合这个发型 所以它这边就弄了好多小便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我就可以随时拿起来 哎 又没关 就是这样 你是在笑吧 社团老师 他竟然给我在笑呢 就这样子 结束了之后 我就给他放回去了 如果说我这样带两只 就是一只别人养 你来你来 好一起 哈哈哈哈 你头会不会痒吗 如果你养的话 我有这一个 可以给你做一次 你头养吗 你头养吗 你头养 这个肥肥 啊 那些样子 这么多神器啊 他说养的时候 我可以你帮帮忙 好 哈哈 我出发找他们了 走 你们先选 我坐最后面 你们先选吧 你们两只请 坐后面可能会比较颠 谢谢你们让给我 没关系 好的 我们的导游是不是高反了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消息呢 尊敬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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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人间贴堂 香格里拉 我是你们的浪漫领队路易 哦 路易哥 嗯 全员到齐就出发吧 出发吧 他在那边等我们是吧 是的 因为路易哥其实上次 我们已经有相处个几天了 我个人是觉得他蛮好欺负 不是 我个人是觉得他就是很温柔 他自己是带着壮志雄心来的 他觉得第一任的领队 是要打样的 给后面三个人做个榜样 他压力好大要打样 可是他一来就高反了 心疼他一来 这个后来是我们四个照顾他 对 我觉得路易哥赶快身体好起来 跟上我们的步伐就行了 对 不要那个最后被我们四个抬回去了 真是 你看我们要求多敌 我们对他就一个要求 身体健康 不要让我们扛他 对 其实我们高原反应如果很重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次的第一站的旅行 把它的意义变一 看看妻子们是怎么照顾别人的 你这个提议很好 对 因为实在是我们照顾不了他们 真聪明 要不还是今天老到了 就没办法 实在是自己做不到 我老婆问我你还好吗 我怎么说呢 肉麻一点就是想你 算了算了算了 你还好吗 我说 请注意说话 这里是群粮 对 请注意说话 这里是群粮 对 对 作为小助手混浪 那么你对你们两个分别有什么样的优势 帅 路易哥帅 容易被原谅 当然体贴了 年轻人都这么想 到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就说 我们的优势就是随时随地能够低头认错 是吧 对 什么面子 什么面子经验 对 在老婆面前啥都不是 这个是夫妻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哲学 对 家和万事兴 记下来 如果姐姐们吵架怎么办 吵不动的 一吵架你拿一瓶氧气 我拿一瓶氧气 每个人嘴上一堵 好了 吵不起来了 晚上睡觉之前送他们几片面膜 贴着面膜不好吵架 一吵架面膜就掉了 宝典这都是 我这一趟可真没白来 没这么多门道啊 这里面 哎呀笑得我吸口羊 再领好一个军团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一个好解 规矩 又规定的 还能给嫂子能立规矩 对啊 遵守不遵守是另外一回事 规矩得有啊 就比如说你怕他们吵架 那我们就第一条规矩 不许吵架 对 我先把它记起来 一不能吵架 对 有问题 场景队的助手 哈哈哈 第二条呢 尽量不要迟到 对这个很重要 对 谁知道 当天请大家吃当地的小吃 对 三呢 尽量减少单独行动 对 单独行动不行 嗯 我每一条材料都是不许 不许 不许 第四条 不许情绪波动太大 嗯 你这不是常人所拿的 有点 以防 身体不湿 对 但是啊 我们要规定他们每天 必须给老公打电话吗 还是说 就让他们这几天 不许想老公 不给老公打电话 他就会找你一条天 或找我了天 那还是给老公打电话 对 每天必须定点定时 给老公打三个电话 好吧 漂亮 他喝了吗 必须定点定时 给老公打三个电话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别立台读 慢慢来 那气度团团规 若有补充 随时添加 如有补充 还随时添加 每天必须定点 定时给老公打三个电话 第五个是讲给你听的吧 没有 你都在他旁边 对啊 打三个电话 挺好的 正好 也想打 因为本来就是 很黏老公的嘛 我觉得我就还挺开心的 一定要每天给老公打三个电话吗 你要打五个也可以啊 不是 没有规定时长 他不想打是吗 对 不行 因为他是规定要三个 那真的是负担好大啊 真的不知道一天三个电话 该汇报什么 我估计我今儿完不成 真 哇 哇 哇 好颠呢 这个 这个路 这个路也太刺激了吧 很原生派 到了 看到了一个老藏民 一红一绿啊 这个红配绿精神小伙儿 有点期待啊 到了 他感觉好像有一点紧张 手在那边这样子 摸得有点紧 他说你打把手啊 你去啊 都看到了救不出来 我们觉得坐着挺舒服的 欢迎 来来来来 嗨 谢谢 慢点慢点啊 感谢 好嘞 来来慢点慢点 谢谢 动作慢点 要不然那个容易喘 照顾得很好 林队好 林队好 你们要什么吃的 我今天带猪手了 来 好各位美丽的妻子们 这个第六集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香格里拉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嗯 就是我的小猪手 是 自己介绍一下 各位那个小姐姐们好 我是云龙啊 然后我今天24岁 身高183.5 然后希望能让姐姐们开心 这套旅途 欢迎 热烈 欢迎 有什么需要的都可以找领队 都可以找领队 刚刚在车上的时候 大家感觉你有点紧张 特紧张 为什么 因为没有跟这么多漂亮姐姐在一起的经历 对 所以很紧张很忐忑 太会说话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呀 不是 我要宣读一下这个旅行手册 我的意思 云龙你真的很紧张啊 超级紧张 我们这个 哇还有旅行手册 那帕海 那帕海藏语呢叫那帕错 意为森林背后的湖 被称为香格里拉的眼泪 阳光照射下呢 会形成天空之境般的情景 哇好美啊 到了旱季呢 那帕海这些水就会退掉 长出草来像草原 哇 那帕海和伊拉草原相濡以沫 共同创造了滇西北最大的春季牧场 沿途的水上公路实影实现 我们可以自己开车穿越 因为它那个公路是被水淹没的 我们一会就直接开到湖里去了 真的 对 好我两辆车 云龙前面一辆 我是后面一辆 每辆车坐两位自行选车 自行选车 那我给你一台车好吗 开就开不开 我会开车 那你来 但我有点马路杀手 你开不开心吗 我是开心的 我怕马路上的人不开心 没事没有马路 这是山路 你要开就开一下 我开 你前面一下 前面前面那辆 那我还是我也要 我害怕马路杀手 我胆子小 三个人奇怪 好那我们上车吧 速度与激情 来吧 来来来 怎么 我都护驾 就云龙一个人在我的车上 这我VIP 我专享 来吧 没有人要跟他坐 没事 给云龙一点小挑战 毕竟他刚刚来 是这样的就是 嗯 走那边 就是我 我车铃很长 我自认为技术也不错 但是就是不常开 对 我没问题的 对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就是要从那个 那帕海中间穿越过去 这个叫做香格里拉的眼泪 好美哦 你看这个湖都已经 水都到路上来了 哇 好像是开在水中 好有趣哦 哎 你开快一点 把那个火花 水花建起来 现在可以录像了 要录像呢 赶紧把手机拿出来 这一段最美的 好了 好 哇 漂亮哦 哦 哦 现在已经我们完全在水面上了 哦慢慢 看看看看前面有一个什么东西 小鸭子 小鸭子 好准备下潜 哇 哇 好好玩哦 还挺好玩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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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游的吗 这会儿车变成了轮船是不是 对 这个车可以这样开的吗 可以 可以 对 你对你开车很稳 很稳 很稳 他特别像一个专业的司机 就差没带白手套 对啊 路易哥开车很好 很好 肯定很好 开错了 开过了 是路易哥开错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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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过了 但是我这个导航里面 这个没有内容啊 你的旅行上有目的地啊 林队 但是他只有网红 啊我这个怎么到了迪庆机场了 反正我们现在就再活就对了 高山别庄香格里拉酒店 我这里查高山别庄 这里所有的酒店都叫高山别庄 你 你 你 走走走 你史村 我们领队连那个字都不出来 你 你史 你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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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蓉小组 那怕还网红 环胡路旁 老公我来找吧 建堂镇 然后什么什么村 有点搞笑 这有一个建塘镇 泥史村 有个小学 林队 如果你没有雷雷怎么办 不行 他开错路 我从来不会骂他 真的 我都说正好多多风 然后帮他找地方 至少在我在作为导游的工作上 他是 帮不了太大的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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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头 一会儿往左就到了 走 把方向走 没问题的 还没问题了 太稳了你这开的 他们三个怎么全坐路一个的车 缺少冒险精神他们 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坐我的车 最英才 他到北京来 然后我开车去接他 然后他说你开的什么车 他说你车机太差了 我说还可以 我觉得 你靠路边停 我靠路边停 他就下车 他打了个车 你开的 我也觉得我开的挺好 你这开的完全没问题 可以吧 相当不错 再往左面去 高山别庄 好 好 我们来参观一下 哇 好美哦 哇 真的好美啊 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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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耶 好美耶 照镜子 两张床子 好美耶 进来照镜子 估计都是两张 你们说自己好美啊 哎呀 我还以为 你们这个风景好美啊 说自己啊 哎 路易哥 幸亏是你带我们这一站 因为你穿这个衣服真的很帅 如果其他的老公穿 穿这个衣服没有你穿帅 他们肯定是考虑到 这一点你穿这个衣服是最帅的 不是 听得真了 听得他氧气都够了 不缺氧 好 我们去参观下一间吧 好 好 一样了 一样的 对啊 都一样 好 月光一样的 但是月光可能是作为一个 我们集中的客厅 都一样了 都一样 这个是红丝楼蛋糕是吧 我想要吃一口看看 好甜哦 那你们怎么住啊 对啊 三个 他跟暴力姐住啊 然后我 我也想啊 我肯定自己住啊 然后你们先选 那得三个人住一间啊 一共就三间房 每个房间的两张床 就正好我们一人一张床 那肯定是两位男生一起住啊 你觉得咱俩啊 肯定是咱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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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俩不能住一起啊 天呐 不能住一起啊 到时候我也不能跟我老公住一起呗 那当然了 分开一天咋的了 三天咋的了 就你一定要 就你老公来那三天 你要跟你老公住啊 本来想的应该是这样的 本来以为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两口子自己决定 这压力给到你了 对 我觉得小雷姐肯定是想一起住的 这压力给到你了 是不是 对 你肯定想一起住 因为这一战是要打个榜的 对吧 打个榜样 我得做个榜样嘛 那我为了后面 后面你们的老公来了 为了后面你们不和老公睡 我要是跟老婆一起住 然后后面所有的老公来 都跟老婆住 林队我们要怎么分房 分房的话 就是你们四个女生自由搭配 凉凉一间 那我跟云龙住吧 我们能住 调顿的给你们是吧 对 后几期老公来了 也不能跟老婆一起睡 杀 我写到条约里面 对 加一条 这要传承下去 对 传承下去 对 那我们怎么分 抽签吗 黑白配是吗 对 黑白配 男生女生配 我自己睡 黑白配 男生女生配 呀 我们两个一起睡 行 那赶紧入住 休息一会儿 我们半个小时 进去 半个小时休整 你看都没人听我说话 拜拜 拜拜 真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女生睡在一起了 你也睡吧 可不可以你会跟你女儿睡吧 对 女儿还不算女生 不像女生 哦 女儿不算女生 女儿算女儿 嗯 你想睡哪个床 不行 你随便选 你这剩下那个我睡就可以了 那我坐这儿了 嗯 我没关系 哎呦 哎呀 呃 你喝什么 我不喝喝 你不喝热水啊 你喝热的啊 我以前吧 也是只喝凉的 我老婆就 就不让我喝 死活不让 现在每次出来都带个保温杯 夏天呢 夏天不喝杯 夏天喝常温的 偶尔偶尔撒个娇 能 能来个冰可乐 没事 在这儿你随便喝 有人吗 啊 对吧 那个想 我想解决一下这个 我手机 不行 我外界失去联系了 啊 你看我的手机是 你看 网络不可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 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嗯 我与外界失联了 解决一下你看 网络不可用 先连个WiFi 就连上了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来 来 来 拖啊 军哥 拖了 军哥 跟哪儿的家呢 你咱们把他这样吧 路易哥是不是好帅 都好帅 然后云龙是不是好帅 我说幸亏四个老公是路易哥来这一战 因为这种高高的脏服路易哥穿最帅 我说你个子不行 你那个可能撑不起来 听他说气场撑还用臭 气场还在那儿 香格里拉 你没来过 安娜 来过香格里拉 看到了 你在床上 妈妈来看你了 这谁 这谁 老张这谁 哈喽 郑军哥 你看我的脸都这么重了 完了 我的高原反应非常剧烈 这个不错 不错 这个不错 哎呀 这个吃不错 不错 不错 我不可以来到这里 我要吃胖了 这不能真的只吃东西 怎么办呀 我塞一点原始进来 两个就好了 再烫一个 再烫一个 我们是不是要过去了 三点要集合 各位各位 集合了 集合了 我们下午还有非常丰富的旅游项目 到点了 我们过去吧 你带氧气拉 嗯 那我不行了 我就吸一下你的消养 好 集合了 好 好 集合了 有一股米花糕的味道 是不是 集合了 我们一直在吃呢 来 你们四位坐中间吧 好 来 坐 稍微修整了一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下一站 我们要去石卡雪山脚下的 穷儒四野庄园 是比较慢生活的一种体验 我觉得挺舒服的 但慢生活呢 我觉得不太够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些游戏 对吧 现在还做游戏 会不会很喘呢 不是 我们这个比较文庆的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田螺伙伴 蓝色的是名字卡 抽到名字卡 给镜头看一下 你的任务是对谁做的 然后这个就是任务卡 你的任务就是说 你要对这个人 做些什么事情 是不知不觉的 谁都不知道的 从现在一直到吃晚饭之前 看谁没有完成任务 谁先来 要不我先 好 好 来 好了 穿完了 我穿完了 穿完了好 自己藏起来了 藏起来了 非常简单的任务 简直的 希望我别抽到太难了 我做不到 好 我这个太难了 这我今天可真的 太难了我的 这个可以 这啥呀 这不可能 因为不存在 这个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任务也要给镜头看吧 对 就让它知道你是干嘛 太难了 做不到 这也太难了 你还换呢 还穿了呀 太难了 我说 我太难了 做不到呀 不行 只能有一个 这根本做不到 我的也做不到 太难了 这个可能是我刚刚 抽的那几个里面 唯一能够 有可能能做到的 好想看 大家的底牌是什么 太难了 我觉得可以 适当地诱导对方对吧 自然发生太难 就得诱导 诱导对吧 我帅吗 我帅吗 好想看大家的底牌 是什么 三个字 就是我本来抽这个 我觉得做不到 怎么爱你 不是不是 我帅吗 只有你能说 是我说完来换的 我帅吗 你没发现 我就在那边换来换去 他还不说我急死了 好可以出发了 好吧 你们屋子的门窗都关了吗 这儿我看见是有 是有飞虫的 我怕晚上回来 没事 我们就叫小助手送闻箱嘛 然后你是干嘛的 不是 我是不是很充分的在利用 我是姐夫的助手 不是你们的助手 不是我的助手啊 我们要保护的呀 对啊 小助手你就整晚在他们屋子 给他们赶完 我在门口蹲着 然后有什么事叫我 哇下雨了 我的天啊 宝宝你坐前面吧 我我坐后边 宝宝 嗯 那宝宝 那鱼龙呢也坐不下 鱼龙这个走廊很大 你可以就是席地而坐 我跟车跑 我不用我坐车了 司机师傅 我们现在去的地方远吗 嗯 我 啊 太好了 十分钟 啊 大概也就是二十到三十分钟 走过这个样子 我觉得雷雷讲话好温柔哦 因为她有一个温柔的老公 so sweet 哎呀不能这样 真的不能这样 可以这样啊 我觉得你讲话也很温柔 甚至还你能不媚着良心中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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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有点过了 有一点过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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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我们要去的地方叫什么啊 哇 牧场 对 是个牧场 牧场 那你看这里就是啊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丁 见牛羊 来 真会说话 都不知道谁怎么好命娶到他 猪子 哈哈 哈哈 简直就是福分 不不不 谁娶到你也是福分 哈哈哈哈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猪子 啥 他缺氧了 老郑哥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对啊 对我觉得他歌词写的用情可深了 反正他上节目 他说唱的那一段 我觉得他的句句都是写给你的 哦 你们能听出来啊 那当然咯 深刻的可以理解和体会 爱的人一人美丽 跟爱他的我依然老去 他就会来这招 啊 多浪漫呀 还要咋的 就是还要咋的 还要咋的呀 就这一招啊 管三年 对呀 管一辈子吧 娘娘你不缺氧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不缺氧 瞬间不缺氧了 我跟你说 你不是没有接触过他那两天 谁在他身边生活 谁都会被他 弃成那个样子 不会啊 为什么 他就很有个性啊 他就会处你的那个 爆点 就你哪里会爆他就摁你哪里 我跟你说啊 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浑然天成的本能 就是他天赋 就是哪里能给你那个 点燃你的爆点 他只对你这样 摁你那个爆点 他只对你这样 他只对我这样 说明君和凯年轻 年轻男孩都这样 都喜欢跟女生 对 就是他越爱你 他越爱逗你生气 对真的 都是这样是吧 最好的留给这个世界 最任性的留给 留给 最爱的人 最爱的人 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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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来香格里拉 第一次就在那个山里 没出来过 哦 我也是第二次来香格里拉 我十九年前来了 第一次 哇 你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那时候主持一个节目 叫中国那么大 然后我里面叫小红恩 哈喽 我是小红恩 哇 这里都很漂亮 我已经玩风掉了说 中国那么大 中国那么大 然后就专门跑所有的城市 然后我第一站就来到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有一个地方叫做松赞林寺 对对对对 啊松赞林寺一百四十七个阶梯 就爬上去就祈求一年四季 祈求平安 十九年轻的词 你还记得呢 因为你知道我爬上去 再爬下来之后 我半条命都没了 这喘得不小 不习惯好高 然后下来我就喷鼻血 所以我永远记得松赞林寺 一百四十七个阶梯 以前看小说 觉得香格里拉 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 有好多歌里 有什么香格里拉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我深深地爱上了她 我爱上了她 你爱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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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到了 本节目由京东 独家冠冰播出 幸福旅途不停 京东一路随行 本节目由 奔驰VGMPV赞助播出 全能豪华大空间 遇见大不同的浪漫之旅 本节目由 把你捧在手心里的 优乐美奶茶 赞助播出 优优独播出 明显看到的就是我们新树的 那个私家牧场 好漂亮哦 好美啊 我们一会儿要在这拍张大合影 然后发给其他的老公看 好啊 好啊 我们的左上方这一块 就是香格里拉的财神山 著名的斯卡雪山 财神山 我们拍个大合影吧 一二三 你就动吧 我就抓拍 好好看 回头 宝贝你看 这后面这香格里拉的风景 漂亮哦 超漂亮的耶 哇哦 这也太美了吧 那里 撞香猪 撞住它 这也太难了吧 啊 小羊 咪咪咪咪 大白鹅 嘎 嘎嘎 嘎 有点累了 我得吸点药 苗苗 你怎么了今天 鼻子堵住了 鼻子堵住了 哎呀 苗苗今天感冒 她说的话很少 我怎么让她跟我说话 鼻子堵住了 没有 这不是欣赏一下风景吗 你应该向我们人家去抓猪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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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运动 别那啥了 一会又不行了 这是喝咖啡 现在干什么 现在是吃下午茶 这个是怎么弄的呢 这个是 长脑冰茶 这是做什么 手打柠檬茶 然后这个茶不该倒进去吧 然后这个茶不该倒进去吧 它有点漏忽 你们谁要喝手打柠檬茶 来 来 没人喝就我喝 你尝一 你来吧 瑶瑶来一点糖 哥我看你刚刚那糖好像放的有点多吧 是吗不多 我柠檬也放的挺多的 我看你会不会喝酒 和我的最后就应该吃的 我不是在吃客鲜 那你海鲜的会吃而已 那你对心想说は 它其实是蜜的 我就是在吃客鲜 我是大鹉鲜的 这有点菲尾 那我可吃的 好不饭 如果这个是什么 我不饭 不饭 你还是会来 得不饭 挺好喝 我接着做 挺好喝的 不用做了 你太辛苦了 老公 你别再做了 我喝刚好 肯定拜火 对 挺好的 挺好喝的 拜火 苦的好 自己做的再难喝也得把它喝完 挺好喝的 好喝 累吗 路易哥 累 船 你跟路易哥表过白吗 你跟路易哥表过白吗 我表白过吗 没有 从来没有 当然了 当然了 都是路易哥跟你表白 这人生不完整 真的 路易哥你怎么跟霍雷姐表白呢 答应我吧 嫁给我吧 我爱你 那时候吧 年轻的时候把脸皮厚 什么话都敢说 对吧 年纪大了吧 就觉得不能为老不尊了 用词不太贴切 不是 年轻的时候比较勇敢 敢表白 咋表白呢 咋表白呢 我跟他说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然后跟其他同学说 她是我女朋友了 以后 她直接就画地板了 都别欺负她了 我的人俩 你别惦记了 别惦记了 那你跟路易哥表白一下 要不然女人生不完整 你说在这吗 随便在哪 看日出的时候吧 现在太日常了是吧 要放在最浪漫的时刻 飞呀你 对 极致浪漫的时刻 我太难了 林郎 你觉得我穿这衫衣服帅不帅 姐可以了 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 我会满足你的 帅 三个字 我很帅 你很帅 是吧 好 谢谢你 我的心理素质不好 就是装这个事 就很难做到 那么自然而然地 把这个事情完成 你的任务是谁 你有什么秘密吗 包雷姐这个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任务吗 这是你的任务 这是你的任务 这是我 我可以先告诉你我的秘密 我不要听 谁会告诉你的秘密是什么 谁会说自己秘密 这很奇怪 你从心可这些说 不想 那你以后还怎么继续 然后包雷姐在旁边 看见自己被冻住 下雪了 再飘一雪 不是 包雷姐你那个 那个 跟路易哥要不要表白一下 怎么这么突然 怎么这么突然 谢谢 你这个任务也太明显了 你这个任务也太明显了 包雷姐 这个地方这么美 这一对 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还生生地在那边 生生地掩饰 包雷姐你不觉得就反正 那个 我哪有任务 我就是有感觉 感觉 这么美的地方 难道不应该跟路易哥表白 表白一下吗 包雷姐这个地方这么美 坚持到底 那个表白 三次 还要三次 那包雷姐你啥时候表白三次 你真的是气了 妈妈呀 肚子 今天晚上要洗澡 明天已经要开始去录营了 明天晚上录营 那今天晚上洗澡吗 你的头就不用洗了 我要洗的 你的头不要洗了 你的头这么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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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杜 什么杀 美杜杀 美杜杀 我这个美杜杀 这个我要顶四天 你这个真的不要拆下来了 对 我不要拆下来了 这个就是你的整个造型 散发着女神的光芒 那妈呀 谢谢 说她的头美不美 美 是不是 谢谢大家 美风了 简直了 说雨姐都不好意思了 都被大家夸得不好意思了 我是一个被综艺之神眷顾的女人 还有躺赢 什么时候放饭 我饿了 我饿了血糖就低 我要回去睡觉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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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你们任务完成了吗 你们任务完成了吗 我的任务好像完成了 我也不知道我的到底有没有完成 你是对我的 是吧 她的任务是要让刘晓芸跳舞 让云龙帮你查歌 我估计乔晓芸任务没完成 我觉得她没完成 我们晚饭功夫结果 好到时候看看是谁 这个任务其实是要让大家更多的去交流 更多的去熟悉对方 但是游戏的结果好像并不是很影响 但是我能看出来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实在人 不会吹牛 我们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之后 就直说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游戏不太成功 但是看出人品都不错 老公快帮我拿下快递 你呀真是离不开京东 我更离不开京东超市 好物又多送货又快 而且价格还实惠 我们女生都喜欢逛京东超市 这个是口气爆猪糖 出口水 这个是牙膏 吃完东西刷牙见齿 保证口腔健康 今天晚上八点记得提醒我 又重要的事 京东超市晚八件 好物低至9块9 生活日用 零食饮料水果生鲜 每天都有十回价 让我幸福感满满 好期待今天的晚餐 对今天晚上这边准备的是松荣燕 我觉得这个菜直接该一人一碗米饭 先吃饱再说 看到吃的立刻幸福感 这边人吃的挺辣呀 对应该是天气比较潮 好 什么声音这是 声音你是饿的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了 可以吃 所以可以 先吃 我不客气了 没有大勺 没有大勺 看有没有大勺 要找个大勺 来大勺来了 我觉得这里点的那个熏香特别强 嗯 香特别强 嗯 这个我这个我喜欢 这种盘香太熏了 放到户外去吧 那个太呛了 嗯 好吃 好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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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都是你喜欢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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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喜欢吃的 嗯 嗯 哎呀 都吃的很精心啊 哈哈 总结发言来了 总结发言了 好了 那就从轻松愉快的开始吧 对 哥你有什么秘密吗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没完呢 就从这个游戏开始说 见谜底了啊 我 小云 云龙爆雷 我们四个肯定算输的 对 乔恩是赢的 苗苗也赢了对吧 苗苗算是误打不错 苗苗这个太凑巧了 运气有点好 运气特别好 又有奖品了 特别适合你 什么 什么 藏药泡脚礼包 哎呀 你们俩一起泡脚 哇太好了 好瘦了 这个游戏输了的话呢 是要完成真心话大冒险 那谁先来 行那我聊吧 你选啥啊 别人眼中的我和我自己眼中的自己 是不是一样 其实这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 云龙今天第一次见面 王路易哥 我觉得你这是什么 正义领人啊 等等 我说其实你跟我接触啥了 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尼尔淮 爱开玩笑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吧 其实半天就知道了 但是别人眼中的我 可能更多是通过荧幕形象 要塑造一个 特别正义 一本正经的人 巧了 我今天早起也思得一心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在手术台上 你们不是对手 是战友 外科不需要孤仔英雄 别人眼中你是很震惊 其实私底下你是很幽默的人 对很幽默 很不正经 确实很幽默 确实很幽默 确实很幽默啊 他也蛮搞笑的 对 夫妻朝下还敢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这几天憋也就憋回去 第一站的旅行 把他的意义变一变 看看妻子们是怎么照顾别人 云龙说了 你们没反应真好 就是因为个子矮 没有到我们这个海拔 你可真是姐夫啊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 活跃一下戏份 好 来下一道题 那就最近一次哭 对吧 你这是 就是上次录节目 就是那个王诈问题 谁先死 就是这个 人多的时候 我们大家每个人 都在掩饰自己的情绪 对吧 都是在开玩笑 后来在被踩的时候 在问到我的时候 我就有点气不成声 气不成声 对 我那天后才也是 第一个就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 我就不醒了 在那 因为我说 留下来的人是太痛苦了 其实 其实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们每个人都会 都会有这样一天 我觉得特别神奇的就是 你们俩的点 会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是很相似 这是每一个人类 都要面临的事情 对 时间跟死亡 是生命给人类最公平的一件事情 没有人逃得过 有一次我们全家在一架飞机上 然后那架飞机颠簸的是 我此生做飞机最厉害的一次 就像快艇在海面上的那种颠法 就这个样子的 特别可怕 我当时就很心慌 因为我们全家老小 全在那一架飞机上 然后我当时就使劲握着路易的手 我就说如果要是有什么事怎么办呢 全家都在这 然后结果她说 你放心 不要怕 就因为我们全在一起 没什么好怕的 然后我就突然想想 她说的太有 太有智慧了 就是越是都在一起越不怕 对 因为以前还听过别人说什么 买飞机票一定要错开买 怕万一怎么怎么的 后来我想想 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做法 但是可能不同的人的想法就会不一样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我情愿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上次郑君哥说 我们都说要一起走的时候 她说那不行 那是不怕 当时大家都在笑 可是我特别理解她的点 对 因为她比我大十六七岁 她可能考虑的比较多 这个话题是 她经常会跟我聊的话题 有的时候晚上 就是把灯一关 她说老婆 我们谁都不知道 哪一天会面临死亡 她说如果有一天 我先离开这个世界 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她会跟我交代 她离开以后 我一个人留下来 我会怎么样处理她的遗体 然后她会怎么样去处理她的遗书 什么的 过去经常跟我聊这个 后来到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是特别逆反的 因为她总是会 会聊这个 她好像很担心这个 总有牵挂 不放心 但就是最近我不是听到她那个rap的那个舞台 她不是有一句歌词说 我爱的人 我已经渐渐老去 但我爱的人依然美丽 什么前路重重危机 她又把那个写在歌词里 我就有点感慨 就这个东西可能是她的一个 心结了 太在意你 太在意你 爱的人依然美丽 你让我学会爱与被爱的人 我就觉得其实她不用太担心这个 就那一天 自然而然来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都会足够成熟去面对这一天 就是这样 又聊到了这个终结话题 怎么会这样 活跃一下气氛 好 下一个绝龙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妻子的旅行旅 这可以吧 因为到了失婚年龄了 你才几岁 我三十四了 我看那个节目 你说你很想结婚 是啊 所以就 我现在不是说梦想吧 理想就是 成立一个家庭 然后有个 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然后我就特别想来 就取取金 看一看 看一看 到底婚姻生活是什么 那来对了 来对了 可能以前有那个 就是这种夫妻之间的节目 找过 但是呢 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刚结婚 也害怕 那个时候我们也刚在一起 其实 就是 觉得好像算了吧 别去了 可能感觉感情还不是那么坚固 但是好像过了这几年了 然后感觉现在 嗯 好像就是 对自己的这个感情比较有信心 然后 所以说这现在我觉得我 可以 然后我觉得可以 跟不同的人学习一下 你们的故事和经验 我觉得也许对未来这个 夫妻之间相处知道也会有帮助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要经营的 哎我再想想我为什么要来录啊 就是 就是为了要让郑君哥改变嘛 是吧 嗯 其实说实话也 也不是特别能 也不是特别指望他能改变 哈哈哈哈 明明就想要他改变 嗯 是吧 嗯 就又想又不想嘛 就是之前跟苗麦情况有一点像 就是 因为我们在一起15年 那肯定是 类似的节目也来找我们很多了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都 拒绝了 但是到了今年 好像 老郑的心态和我的心态 我们双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当这个节目先去找到他的时候 他那边是同意的 他说可以啊 他说如果刘云要来 我可以陪他来 然后后来就这个消息传到我这的时候 我觉得哎 他这么个的一个人都可以来了 我说那我还担心什么呢 我说那就当一次有趣的旅程 然后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希望他能够 也看到别人的婚姻的模样 别人的老公是怎么对老婆的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就像你刚刚讲的 会有一些自己的反思 或者是说会有一个新的改变的地方 就其实在我们的就是 上一次我们就因为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分歧 然后就是我们就杠了有快小一个月 就从上一次结束 到来这里录的前一天晚上的凌晨四点 我们两个才沟通好 他跟我就是之前的那个没有联系的 那就小一个月里的时候 我也在想说 那为什么他不能像比如像路易哥 或者像凯凯一样 先过来哄一哄另一半呢 但他不会的 我这二十多天我每天晚上 我都是抱着琳娜贝尔睡的 我在想说如果她不跟我沟通的话 我有琳娜 琳娜贝尔就够了 我就抱着琳娜贝尔睡 睡了二十多天 然后这次我还是把琳娜贝尔带来了 我想不能因为我们俩和好以后 我就不要琳娜贝尔了 我说我要永远让琳娜贝尔陪着我 天哪 要用飞机上也抱着 坐车也抱着 现在也抱着 可爱的这么让人心疼 今天咋又苦了 你到总哭 怎么能这么可爱 天哪 可是你当初就为什么爱上她呢 因为两个人没有实实在在的在一起 真的进入到柴米油盐 接地气的这种烟火气的生活 你是察觉不到她那一点的 但是我的个性呢 恰恰又是既然你80%都是我的理想性 20%我没有办法消化的个性 我愿意因为你爱你 我来包容你 我来改变我自己去承载你这个 但是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到了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得要有个度 有个度 老郑以前的那个刚跟我谈恋爱的时候的 那个自我的程度 你们是很难想象的 就比如说你生病了 他真的觉得 叫你喝热水 不是 他真的觉得你生病了 是你的事 跟他没有关系 他就自我到这个程度 我就问他说 我说那我现在生病了 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 表示一下 一个态度 对 他真的觉得 他说 他说你生病了 我也不能替你疼 我也不能替你发高烧 我也不能替你吃药 我也不能去替你打针 我无能为力 我有点无语 如果他这样 我可能会生气 那当我第二次生病的时候 我就对我自己说 这个人你要不要跟他相处 还要不要在一起 他爱不爱你 你爱不爱他 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要尽我所能去 改变这个情况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 真的是需要你带我去医院 对 并且挂号 并且打点滴 当你一步一步 像小孩一样教他怎么做的时候 对啊 他可能没想到 他就照着你的话 就去做了 嗯 有时候就是假客气 说你这个要不要 不用 不用 我就走了 但是你要说你要什么 我就要这个 行 我给你买了 大家皆大欢喜 对吧 真的是这样 通过这十五年来的 一来二往的每一次的这样 努力地敲开它 然后努力地去拉 把它往回拉 一次一次地调整 现在只要是我生病了 他就会马上去找药 找完药 马上把那个药泡好 然后扶着我喝 喝完以后 然后不睡觉 看我有没有退烧 然后再跟着就陪我去医院 就他就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所以很多人觉得 老郑跟我在一起这十五年以后 他比原来有温度了 然后会关心周围的人 会更有烟火气了 这个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现在他的个性呢 百分之六七十是我的理想性了 依然还有百分之三四十 还在这个 快乐快乐 快乐 快乐快乐 重点是他已经有 往好的方向去了 对 那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 脚往后真的 好多了吗 好多了吗 我动了吗 你不要动 躺下 我喂你 你讲成这样 郑军哥来当导游的时候 我也好期待 对啊 晚餐时间会不会很刺激 如果按照以前 我们丈夫都会在监控室里看 看完了就几个老公在那评论 但是这次我们就让每个老公 作为领队这个角色 你们觉得这种方式好 还是说在监控室看 私下里在聊好 因为毕竟之前也没录过 不知道他们前面有没有聊得比我们更多 我觉得这种方式好 对我也觉得自己亲身经历的会比较好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有老公来热场 我们一下就融入了 因为就是很活跃整个气氛 如果要是老公不来的话 那我的话可能等到这个十二天结束了 我还没热起来 就是那种 回去了以后 哎热了 但我觉得不让老公老婆住在一起 这个 不太好 没有凯凯来 你可以跟凯凯住在一起 这是自由选择的 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们也让你 但不行 不行 没关系 没有固定模式的 老公来了是可以跟老公住在一起的 那大家其他人怎么办 其他人怎么办 他住山上 你那么像我在山上当野人 有沙发 有浴缸吗 浴缸 浴缸 有浴缸 浴缸很好吃 大家都想跟老公一起住吗 我无所谓 你想吗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想 我无所谓的 你看这就是我们老夫老妻就觉得无所谓 对 就是比较新婚的就觉得 我当然去了 我们老夫老妻 其实我还好 我是担心Alan想跟我住 我倒无所谓 我是无所谓的 对 香格里拉不是说什么 理想的日月光吗 就理想 就说到这理想呢 跟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想问现在找到了这个 你觉得跟你以前的理想性 有没有什么区别 是看着我说吗 那有一次超搞笑 他去绣眉 文眉 文眉 老师就说 你想要绣一个绣眉戏 拿一个 像这样子 拿一个精神舞的照片 给老师看 因为Alan知道我好喜欢精神舞 我说 你给他看精神舞照片 Alan就说 哪有 我猜没有了 所以觉得我老公好可爱 他会偷偷地记得我的喜好 所以 在认识他之前我没有理想性 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就是我的理想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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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结婚了 我来参加《妻子浪漫旅行》 这个已经回答到天花板了 这个 哇 哇 我是不是你理想性 那绝对呀 我更是好多 丈母娘心中的理想女婿 对 绝对是 其实要说外形的话 肯定一开始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漫画 然后就喜欢画漫画 她长得又像从漫画里出来的 然后我见到她第一眼 我就觉得 天呐 生活里还有这么漫画的人 就是觉得太漫画了 但是那个是有距离感的审美 就是真正动心是相处的日久生情 我跟她刚开始交往 她妹妹就劝她 赶紧分吧 赶紧分吧 长成这样 就长成这样的不靠谱 不靠谱 不靠谱 天呐 又高又帅 天呐 我小时候也喜欢看漫画 然后也喜欢漫画里面那种 斯漫男 高高帅帅 然后大双眼皮 像刘船峰那种的 那怎么找了郑凯 你什么意思 不 接下来就开始要夸郑凯了 开始 后来发现好像 这个现实和理想还是很有差距的 我也是比较喜欢有趣的人 并且后来就感觉有责任感 然后有担当 然后就是爱家呀这种的 就是相处起来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凯凯跟棉外在一起 凯凯整个人的状态变好了 对 换你了 重点来了 好我呀 未婚的 看看现在年轻人的理想性是什么样 三观的一致 三观 三观的一致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太虚了 要是个好人 孝敬父母 这太虚了 刚见面就看三观吗 三观还是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磨合 我们问的理想型还是先偏走外一点的 对啊 长得好看最重要 身杂又好 活泼还是内向 就是最好是 既活泼又内向 既活泼又内向 问情况 就情绪档的时候 然后开心一点 然后可能他档的时候我开心一点 机动性强一点 有点类似扫地机器人是吧 三观还是五观 都要好贪心 可甜可咸 对他都一会活泼一会安静了 那要求也是蛮高的 瞎想呗 真到时候有妥协了 我自己还不咋地 干嘛要求别人 自己还一生毛病 对吧 如果你认识一个人 他开始让你反省自己的时候 也许那个就是对的人 其实我订的也晚 因为我是四十岁之后才结婚 你知道吗 但是我四十岁之前 我真的是那种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 去改变自己 然后去迎合 就因为我是大龄圣女吗 就因为我四十岁还没有结婚吗 我为什么要 你保养得很好 感谢 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 看不出来 又来了 有些人说 我已经都三十五岁了 我都没结婚 我都没有遇到对的人 我已经不期待了 我放弃了 我觉得 哎 解四十三岁才结婚呢 怕什么 对啊 永远都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永远对婚姻抱着一个憧憬 嗯 这是对的想法 无论你几岁 对 嗯 当你遇到的时候 你就要抓紧 因为人只能活一次 而且可能真爱 只会来这么一次 嗯 对 钱可以再赚 但爱 错过了就没了 哈哈哈哈 其实觉得好多时候 你设想的一大堆是没有用的 对啊 你碰到那个人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什么都对了 对 对于这件事情 我是一直抱着像一个海绵一样 我也在吸收 我也会通过不同的模板 去对比我现实中遇到 有感觉的女生 我也在想 哎 就我的生活中 或者工作中 我碰到的女孩 或者我有感觉 我喜欢的女生 是不是我可以 就继续往下发展下去 瞧那句话说的特别对 就是跟她在一起之后 你觉得自己不寂寞 那对的那个人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以前的标准都不叫标准 他才是你现在 一切的标准 好吃饱了 今天早点休息吧 泡脚好吧 泡脚的泡脚 休息的休息 西洋的西洋 辛苦了 今天早点休息吧 我们争取十一点能睡着 对 然后你还得泡个脚 对啊 我们到了 我是哪一天我忘记了 那你没我能睡好吗 你这话问呢 拜拜 那明天见吧 拜拜明天见 晚安姐 晚安 我们是蛮累的 累的 今晚能睡个好觉 救命了 我醒了 我要立刻把这个解掉 我饿了个天 这个是不能关的吗 不用关 你就开着吧 就跟我老公学的习惯 以前我都不关门的 哪儿哪儿都门的 我门都不关 躺着就睡 但是他就是要 所有的门都要关上 客厅的门关上 厕所的门关上 他是不是那种还挺 细细挺操心的面 对 就把什么都照顾得好好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也在关 我没想到凯凯这么细 考虑的特别周到 我就是挺大条的 他总是提醒我很多 我注意不到的是 那他太棒了 老郑就是完全大条 这里边 可舒服了 全是氧 全是氧吗 全是氧 这你都能闻得出来 你一闻的味就是闻着了 这是氧气的味道吗 我想和你死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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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最遥远称真 这边比早上好很多了 泡脚头 我得给他们去送那个泡脚的水去 我去吧 你休一会儿 来了 路易哥请大家喝茶 你就说是喝茶的 好 我就说路易哥请大家喝茶 这不是毒药吧 这是泡脚的 是吗 谢谢 姐 这个那个什么 茶 这是泡脚的 对 走啦 拜拜 真喝了 抱抱姐看我一会儿 泡脚的吧 对 他了解我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做 你晚上睡觉打呼吗 我不打呼 我睡觉很轻 太好了 我特别轻 睡觉 就觉得我还有时候打呼啊 累了 晚上一会儿 什么磨牙啊 你会吗 我累的时候会 他就不习惯 然后呢我去 就去看牙医 给我配了个牙和垫 你就天天戴着睡 就晚上睡觉 就戴着睡 太伪大了 真伪大了 那你还抱着你结婚的时候 就说好 就他 顾家里 你出新吧 其实我跟他结婚之前 他已经不拍戏 那我跟他就是 差不多20年了 嗯 他不拍戏 然后呢出门什么 没有 没有单独一个人出来过 都很配啊 这个人都有我在 要么就是带着孩子一起 他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出来过 所以我说他参加这个妻子 我说哇 其实我特别不放心他 但我以为他是能 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他在家吧 把孩子把我都照顾得挺好的 但是我真的不能想一下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出来 怎么照顾自己 或者说保护自己吧 对 好 再说那个大拨的睡衣啊 对啊 对啊 静一点 对 今天 我们家好漂亮啊 对吗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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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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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年我不是水的早吗 哼哼 哼 哼哼 哈哈哈哈哈 就是會有一點 有一點孤單啦 哦 我跟鮑蕾姐同一間 那你打呼不是會吵到人嗎 對啊怎麼辦 欸 鮑蕾說我打呼會吵到你耶 唉 這是怎麼行的 叫做我就好了 鮑蕾姐 好 我觉得我会吵到他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声音就会醒 怎么办 你知道平时我会被他的男生吵醒 而且他就说半夜他可能会大喊 那时候我就要带歌 我就会播一点音乐来去讲 整首吗 那也 我突然觉得你好好 又加分了知不知道 你把帮的一点吓了不行了 还好他只跟我睡一天 我把客厅都换了 睡觉了 晚安 请老师洗澡 拜拜 爱你 你们有蓝颜知己吗 你有没有蓝颜 我有啊 我从小到大有很多很好的异性朋友 我觉得我算有自己吧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叫我两年没有见他 我拥抱他说我哭了 就像亲人 你能允许你的女朋友有蓝颜知己吗 我不允许啊 男的肯定是不允许的 好有趣的想法 如果他跟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孩是红颜知己 那我觉得可能就不能接受的 老公最好不要有红颜知己 但是你可以有蓝颜知己 鲍雷姐有吗 他敢 既然我跟你在一起了 你有什么事情 你去跟另外一个男的分享 那你把我当什么 可是我就是跟你讲不明白 你就是不理解啊 其实这个意思是很简单 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你 同样的只有男人才最了解蓝颜 蓝颜 红颜 觉得会很暧昧 现在正是录音的季节 哎呀 我特别喜欢录音 全世界只有两千个人来过这里 特别特别美 我特别想在节目里 给你们两个都搬 我都不玩了 来个集体婚礼 懂得哪个节目组给我们办呢 你跟艾兰就在 不一样 我就不参与 你带着你女朋友一起来 我连上我孩子过 所以你是真的很期待对应啊 期待啊 尝尝这啥味呢 你想让我试吗 你想读作吗 尝一个啊 你贴啊 云农特别温暖 你是嫌我老了吗 我说不应该去啊 然后你的箱子是一个绿色的对吧 我箱子是黄色的 哦 黄色的啊 哎呀 可是我的 看日出的话 再让我们几个 可不可以不看呀 如果不看的话 就不用了是吧 我不要 这哪是肯定 真的要半条命 把青春献给 你身后那座 回望的都市 为了这个美梦 我们付出这代价 爱情流离 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 你陪我搁浅 你陪我流浪 陪我两百句以上 一直到现在 才突然明白 我梦寐一笑 是真爱和自由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上微博搜索 妻子的浪漫旅行话题 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微博参与妻子六浪漫时刻 话题讨论 增加你心中的高甜蜜场面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首期合作新微媒体 新浪新闻 站立移动细讯平台 网易新闻玩娱乐 谈亲事 短视频后动平台 抖音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秒装百科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新闻客户的合作 一点资讯Zacker 指定文杂社区 直呼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百度百科 特别合作 好看视频 探探百度数法 请宝宝一代价 街电 玩玩直播 每期天气 驯飞数法 支联招联 媒体支持 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网 国界在线 北京网 红网 凤凰音乐 腾讯音乐 搜狐音乐 搜狐音乐 各位观看 j识合作平台 正式10剑 中国新闻网 内容